完畢之後,才會是要進下一個階段 所以你要先確認一下 上面這些名稱有沒有做對 然後這些都做完畢之後的話 才去思考你程式怎麼撰寫 程式裡面的話基本上 主要是按鈕這個部分要做撰寫 這邊有兩個按鈕 所以我們這邊有兩段程式要把它做完畢 其實像重新輸入這個應該蠻簡單的 你只要知道這個名稱 等於空字串給它就好了 它裡面的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有五個空字串 就是這個名稱 你頂多是多一個屬性 比如說它的屬性是.test 它裡面的字等於空字串 重新輸入 開始計算的部分的話 比較稍微麻煩一些些 因為我們需要知道幾個訊息 比如說 多少萬元 比如說我輸入的時候 我輸入的時候 是輸入 比如說我輸入100 實際上輸入進去 你還要再把100在乘上 10000 才有辦法做 計算 因為你輸入是100 你 計算的時候你不可能用100來做 應該是100在乘上 再乘10000 利率部分的話 我是給它2 進去的這個利率的話 如果說你要再計算 你要再 必須再把它除以100 否則的話 輸入的話是2 那年限的話是不是要用月等等的 然後每月償還的金額 那每月償還金額 實際上可以用 PMV的那個 PNT的那個 計算的那個 那個函數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 範例裡面呢 也有 PM PMT 就是在以色列裡面有這個函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函數 就是 計算那個 銀行利率的話呢 你可以用PMT 那PMT的話呢 基本上 會有 5個參數 跟FV很像 那裡面的話需要什麼 需要它的利率 利率的話 一般我們給的 Rent Rent的話 給的是 各期的利率 利率的話 它要給的 我印象中是每期要付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利率 所以這個利率的部分呢 必須還每一期喔 不是每一年喔 我們是給年利率 可是它要的是每一期的利率 所以 必須還要在除以 一年 等於是月利率的 必須要在除以 12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公式 然後再來的話 第二個是 總共有幾期 如果說呢 我們是20年的話 必須要在乘以 12 就是說它以月為單位 不是以年為單位 所以 這個地方 給它的應該就是 240 給它是一個年 總共幾個月 那P 這個PV的話就限值 因為比如說我跟銀行是借的是 400萬 那這邊的話就是 負 負值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指的就是 這一個 這個利率的部分的話 是必須要在除以 除以